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七天口头协议就地作废 作废 对 那录音我一会就删除 为什么 你先别着急 我跟你说啊 从我把我的房子过户给你 然后咱们办一系列的这些手续 一直到把房产证再过户回来给我的 这段时间期间 不管多少时间啊 你妈必须住在我们家 包括你也得住在我们家 我建议这一条 咱们必须清清楚楚地写在合同上 加上这条 行吗 不是 为什么呀 还用问吗 我必须拿你妈当人质 美丽 对你这想法挺可怕的 你这等于 你帮我娘软禁了你这 软禁什么样 我们家多舒服 要有这么能软禁的 你也软禁我 是是的 行行行 你认为它是软禁 就算软禁 行了吧 软禁 我软禁你妈 美丽啊 本来我真的挺感动的 你要你把房子过户给我 我以为你已经充分信任我 没想到你还是不信任我 我怎么不信任我 现在依然信任你 真的 但你别忘了我是个生意人 我做这么些年生意 我什么人没酝酿过来 我经历多少事啊 我被骗过多少回啊 怎么着 我把房子过户给你了 你跑了 我找谁去啊 是不是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 你妈就是你的庙 你一看我把你看了有点充高了 你毕竟还是个生意人啊 千万别把我看太充高 我可不充高 我就是一普通老百姓 一个单身母亲 我 我累死累活的 我不容易 我就挣这么一套房子 怎么着 万一被人拐跑了呢 我不得给自己留点后路啊 不给自己留根绳子啊 我理解 理解就行 理解万岁了 对了 我娘 突然要回去了 不想在这住了 怎么办 那不行 这事你必须得负责 你得负全责 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 必须把你妈放在这 好 我这样做的顾问 把她放在这 让她说说办 没找什么 说办就办 明天啊 那我现在这个样子 真有事 那怎么了 怎么了 我们受点伤还不许办房子过户啊 得换找嘛 我觉得这是不是看着她那个了 没事 万一要有人问呢 我就说你建议永维来着 别准人家还能免费 这也给咱们办个佳吉 这个咱们不能去做假了 我心虚 那个啥 我来处理 我来处理 行 我来处理